正值水稻陆续进入了运穗期 因为天气温差变化过大 造成玉里多处的水稻发生严重的盗热病 先议员王燕美以及多位的相关单位 前往三名大宇原城长梁等地区进行勘灾 王燕美议员要求有关农政单位给予相关的协助 花联县府表示将研议相关的防疫措施 农改厂也将针对盗热病的状况 提供防治以及栽培管理课程 不过目前玉里镇的伤害条件还不到补助的范围 所以呼吁农民依照盗热病的状况 积极的喷药以及做好后续的管理栽培 即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正值水稻陆续进入玉岁期 因为天气冷热变化过大 造成玉里多处水稻发生严重的盗热病 先议员王燕美以及多位的相关单位 前往三名大宇原城长梁等地区勘察受灾情形 农粮署花联分署派人来这边会勘 叫我们农民有伤害的 能够赶快到工手去登记 所以你的田就是这样 即使来采样的话 对农民比较有补助 因为现在说它已经布出新的 就是这农民已经撒药下去了 希望还要再抢救两次 那时候才可能会毁魂一点 王燕美议员要求有关农政单位给予协助 华林区政府表示将研议相关防疫的措施 农改厂也将针对倒热病状提供防治以及栽培管理课程 不过目前玉璃镇伤害条件还不到补助范围 呼吁农民依照倒热病的状况积极喷药以及做好后续的管理栽培 就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当然农民对这样的永不放弃的精神 我们也给予肯定也给予加冕 因为一次喷药将近要一万块的成本 喷完药之后还要再施肥 让它重新再茁壮起来 那相当有它的难度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说 政府站在能够体系这些辛苦的农民 多多少少的给予他们在精神上的慰藉 以及对他们这个施作上的这个补助 我想是烧解农民这个忧心之宽 玉璃市公所表示针对倒热病提供 可以购买防治等三种药剂 每公顷最高补助300元 有需要的农民可以携带身份证 印章到公所洽购 购买数料有限收完为止 记者高双双与正采访报道